在這個戲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是母子的感情 剛剛說了 這個名廚兒子是學習餐的 可是媽媽是中餐廳的大主廚 超厲害 在這個角色設定上 你當初是怎麼設想的呢 我在想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又把它想說到更小 就是一群 兩三個四五個人 然後被困在一個房子裡面 那我就想到家 然後我就想到 一群人他們這麼近 可是為什麼他們之間會有距離 我覺得那個距離不是說 我跟你很遠的距離 而是心裡面的那個距離 那時候就在思考說 如果這個距離 是因為他們之間有誤會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到是 我就設計了那個媽媽 是一個中餐師傅 然後她 那個小孩她一直覺得 她媽媽對她哥哥比較好 然後她哥哥也學中餐的 所以她就覺得 我不要跟你一樣學中餐 我要做一個 跟你不一樣的 但是我在那個領域 也是要很厲害的人 於是她就自己跑去學了七餐 於是就是在這之間 他們之間覺得 他自己心裡面已經先想了 我跟你是有距離的 於是他們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對 然後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在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有一個 中餐的母親 然後西餐的小孩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段很精彩的 就是母子之間的愛恨情仇 你不要說這 你的本事媽媽會以為你頭靠點點 在我們需要你的時空你在哪裡 現在你回來你想你不想要東西 你只能一直是放棄你的家庭 現在開始就希望別人原諒你 你不要說這 你不要說這 觀眾在那裡節目錄影不能聊天 你不要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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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播出之後 你就倒閉 這洋蔥喔 也是要切絲切的狗細 才可以跟那個肉絲喔 混潮的泥濃濃濃濃濃的 紅蘿蔔頭 你看不要再叫我紅蘿蔔頭嘛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做中餐 我不要也不想要有你的影子 欸 年輕人喔 血氣方剛難 我們不要跟他計較啦 好 不切蘿蔔我們切洋蔥啦 我剛剛聽到一句台詞 我覺得還蠻感觸的 就是那個媽媽說 這個洋蔥就是要切絲切的狗細 才可以跟肉絲炒的 你濃我濃 對 可是其實那個心裡面 他跟他兒子的距離是很遠很遠的 很遠很遠的 而且他自己也知道 他現在故事台詞裡面有講說 我一直知道你跟媽媽是有距離的 我一直知道你有一個秘密 他其實中間有講的 其實他母子之間是有一個秘密的 對 你有秘密 媽媽一直都知道 只是媽媽不好意思問你 其實媽媽一直在等你開口跟我講 然後結果他媽媽過去了 然後現在他媽媽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媽媽知道 然後他現在回來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能夠講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就沒事的 為什麼你不說 嗯 當初創作這個劇的時候 那時候在寫這個劇本嘛 然後因為我是南部小孩嘛 然後我媽都會寄食物給我吃 然後我很喜歡吃我媽做的一道 叫麻油雞飯 然後那個時候是冬天 然後我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然後我就把那個麻油雞飯 放到電鍋裡面 然後就邊寫劇本 然後就電鍋熟了 東西熟了之後 就開始整個房子都是蒸氣 然後就那個麻油香味 然後就很香 然後我就突然那個時候 就想到我媽媽 想到我爸爸 就想到整個廚房家裡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我寫一個有關於氣味的戲 然後讓現場觀眾看的時候 他們不只能夠想像 他們還能夠聞到那個味道 能不能夠增加他們想像的空間 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這個構想 對 才會做一個食物的構想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在劇場裡面煮菜 其實不是第一次 之前河床做過 或是沙妹劇團 王友輝跟王嘉敏他們也做過 可是我們在這 你的劇場裡面是 就是親眼看見你整個做菜的過程 對 然後每道菜可以吃 就是會給觀眾吃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做菜的 菜的內容都跟劇是相符合的 是相符合的 應該是我在做第一道菜的時候 其實第一道菜叫什麼 芹菜炒花枝 對 那就是我對我媽很熟悉的一個 就是很家常的菜 就是你回到家可能媽媽煮菜 可能就真的會有這道菜 對 所以這道菜對我來講是很熟悉的 然後另外幾道菜是我會上 那時候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就上網問說 你們對於媽媽煮的菜 哪一道菜你比較有印象 然後就有了後面的兩道菜這樣子 後面兩道菜是 是那個蔥蛋 都很簡單的料理 很家常 對 很家常 然後最後一個是洋蔥炒肉絲 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料理 在劇場裡面做菜 要克服的事情不少耶 因為劇場其實是通常不給 冥火 對 不能冥火 對 你們在做這個劇的時候 有碰到這樣的困難 菜有熟嗎 有 我們 因為在劇場裡面 不可以用火嘛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電金爐 因為電金爐的那個熱度 比較熱 就是那種爐 然後中間會紅紅的那一種 對 然後 你看我果然是不做菜 對 聽得出來 對 然後他就是 如果電金爐你碰到了乾的東西啊 或紙啊 它其實是會冒煙的 是會真的燒起來 所以有一次我們去高雄做巡演的時候 然後去演出的時候 然後就現場彩排 然後那個 因為就是 館方他們不讓我們用那個電金爐 因為他覺得危險 所以只能用電磁爐 對 所以我們在彩排過程中 然後就是弄的蛋下去 因為我在煮菜的那個時間 都是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都是有計算過的 就是它大概熟的時間 就是這個菜 對 然後我會寫多長的劇本 你要演完 然後就在那個狀況之下 然後我就把蓋子蓋上去 然後過來就是繼續講話 講話講話講話 然後回來之後把 那個時候在煮煎蛋 煎蛋 然後蓋子打開 哇蛋花糖啦 這個樣子喔 不會熟啦 製作單位 麻煩一下 那時候因為在彩排 我就直接跟管方說 真的沒辦法 這個火實在火力不夠大 這個火力不夠大 不可能變成煎蛋 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 真的正式演出 就讓我們換成電磁爐 對 因為真的就沒辦法 如果選一道菜 來形容你的這個作品 你會怎麼形容它呢 應該是我最熟悉的 那個芹菜花枝吧 芹菜跟花枝一起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口感很好 它很Q 然後又很脆 然後那個口感非常非常好 然後能夠想到家的感覺